中國國台辦 他在幫柯文哲說話 讓大家質疑說 這是不是要轉移九點呢 還是真的中國內政有問題呢 因為下個禮拜二就是中國的十一 中共建國七十五週年 但是有點糗 因為現在怎麼樣呢 被美國爆出來了 一艘核潛艦居然在武漢沉沒了 但很奇怪 五月沉沒現在爆出來 怎麼了呢 瑞德哥 事實上因為中國建國七十五週年 就是十月一號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台灣還要在前面加一個 為國慶 你知道嗎 那麼中國在為了慶祝他們 那麼建國七十五週年 所以故意發了一個 發射了一個這個所謂的 洲際彈道飛彈 號稱飛過菲律賓 飛過日本 飛過關島上空 一萬兩千多公里 那麼調到這個太平洋 不管它是那麼東風 這個四十一還是三十一A7 不管 反正它就是故意 要冬喝秀肌肉說 我可以射到這個地方 我也可以打到你的 這個美國本土的任何一個地方 它的意思是這樣 各位 我看到台灣有一些 這個所謂的名嘴 還是藍營名嘴 還是有一些軍事出身的人 他吹捧中共這個技術 一流幹什麼 美國在今年六月的時候 發射了一個義勇兵三行的 這個洲際彈道飛彈 飛了六千多公里對不對 然後準確掉在太平洋的 這個等於說靶區就對了 美國在二零二九年還要把 這個所謂的義勇兵的相關的飛彈 直接改成哨兵 人家都已經躲久了 全世界目前最強的武力 包括這個洲際彈道飛彈 還是美國為主啦 而且這些洲際彈道飛彈 光彎拍天 是在給全世界秀肌的 但不是給台灣看的 因為它要打台灣 打台灣不需要用到 這個所謂的洲際彈道飛彈 它的東風十五十七 過來就好了嘛 洪大氣過來就好了嘛 這樣子嘛 最主要是要給美國人看 要給東亞這些國家看 我最大 你要想假修 你怎麼害怕我就對了 結果呢 結果就是返校國 為什麼 因為日本海上自衛隊 剛才說有什麼事 9月25號的上午對不對 那麼也就是中共遼寧號 這個艦隊12週年慶的當天 日本的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 直接從台灣海峽 這樣好過 我還給他報告 差別在什麼地方 這是70年來第一次 這是日本海上自衛隊 第一次直接從台灣海峽 好過 告訴各位啦 現在包括美國 包括這個等於說 這個法國 德國 英國都這樣做了 澳洲 紐西蘭 都這樣做了 但是日本 日本呢 是比較 韓國還沒有發現之外呢 日本是比較直接做給你看的 岸田文雄要卸任首相權 他跟你說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 各位 他們早在很久之前 神盾艦早就有七艘了 然後再加上各式的潛艇 還有包括他們現在在這個 所有的這個等於說 太平洋這些小島上面 建的這些相關的飛彈發射器 包括這個地對艦 然後地對空的 這些連炸虎虛飛彈 都買了兩 都買了兩百枚 然後自己還要再造兩百枚等等 日本跟你說一件事 中國現在太嚴重了 他們本來日本最大的敵人是北韓 但現在已經變成中國了 已經變中國 所以你太過於 欺壓日本的這個結果呢 那麼就會讓日本心有警惕 那除此之外 當然美國對不對 美國事實上 他們之前的潛艦的軍官 退役軍官 早在六七月的時候就已經講了 他發現 因為他是專業 他發現商業的衛星 拍的一張照片是 這是後來 之前是在武漢的相關的 這些武昌造場場 外面有一艘中共正在造的一個潛艇 不見 大概五月初五月底的時候 還有喔 六月初不見了 五月初不見了 又有這幾個東西出現 各位這是什麼 這是福臺 福臺上面的起重機 在吊東西的 突然間出現在這裡 只有一個解釋 那隻潛艇吊下去 要把他吊起來喔 沖水艦潛水艇 本來就要吊下去 不過他要自己吊下去 他不可以不便宜 吊下去 吊下去就不起來了 吊下去之後 但是後來改到 包括武漢這些地方 他們懷疑在造新的核子潛艇 所以後來包括在武昌造場場 這個地方 開始出現懷疑是洞39A型的核子潛艇 而且是用我們常講這個X型 就是X型的尾舵對不對 他的聲音會比較小 還有這個崛氣推擊系統等等 聲音會比較小 但是他整個潛下去就不對了 為什麼 他是核子潛艇 他在東北的相關的造船廠 他裡面有核子反應爐 燃料棒可能都插進去了 所以他吊下去了以後 美國以前也在蓋一艘核子潛艇 發生這種事 花了幾十個月才把那艘潛艇 重新弄起來 要重新再整理 花的錢是難以估計的 目前知道這一艘潛艇 又已經被吊上來了 可是有核污染的部分 核污染目前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沒有公布 他們連這件事情都不承認 所以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當然有人問到 我們國防部長顧力雄 顧力雄笑笑的說 我們有掌握相關資訊 告訴各位就是 其實我們對這個潛艇 跟上次那個潛艇 被自己的陷阱 弄到那些資訊 對不對 我們都在掌握之中 包括其實台灣 曾經有這個雷達 秘密的把殲-20的 這個飛機都已經鎖住 但是如果你問的話 都沒有這樣的一個 不予置評 沒有這樣的一個資訊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在那邊 吹牛說 自己吹牛說 殲-20的這個戰機 早就飛到旁邊來 你們都不知道 你們都查不到 那是因為 我們不公布相關的資訊 我們一公布了以後 老共就會去研究 為什麼我們知道 我們的這個等於說 雷達到底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就會根據這個 來做反制的動作 不過你看習大大不停的說 他自己要當這個 生生世世直到永遠 但重點是 這不會被砍砍卡手嗎 好 我們請教一下 敏鑽哥 因為包括現在不是說 這個下個禮拜來 就是中國十一了 中共之前每次都很喜歡說 他們百姓脫貧什麼的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不是那麼一回事 那中國老百姓 他們可以認同嗎 當然不認同 現在談一件事情 習近平他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對習近平來說 他畢生最重要的任務是 讓中國可以脫貧災貌 但現在來看 第一個 新中國成立七十五年來 人民生活實現全面小康 哇這裡面 布拉布拉拉講一大堆 但簡單的說 他們現在很敢講 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說二零二三年 居民的可支配所得高達 三萬九千兩百一十八元人民幣 扣除了整個物價之後 將二零一二年成長了百分之九十四點四 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二三年 平均年成長六點二 很敢寫 但是寫完之後 一個政策出來 又被打發展了 今年是七十五週年的國慶 所以他們現在要發放一次性的生活補助 要針對誰呢 針對生活特別困難 包括了孤兒等等 要發上一次性的補助 那好多人民就說 不是脫貧的嗎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要來做這件事情呢 原來現在中國生活很辛苦 很多的那些所謂的低端人口 他們就希望一直保留在低端當中 不要被整個舉報 那最近呢 中國有一個女生的官員 被整個民眾給殺害了 發生什麼事呢 這位女官員女幹部呢 她一次要去取消一個五十四歲的平男 這個男生很窮 這個男生很窮之後 她就可以領取所謂的社會補助 對不對 結果呢 這位女幹部呢 她就在整個金融檢查當中發現了 這個五十四歲的這個所謂的很窮的男生呢 有兩萬塊的人民幣 那有兩萬塊人民幣的存款怎麼辦呢 她就說 你有兩萬塊人民幣啊 我要取消你的所謂的社會補助 一定要動零才可以領社會補助嗎 就是這麼狠嗎 我覺得有點說不過去 就人情意義上是說不過去的 兩萬塊人民幣有很多嗎 也沒有很多啊 折合台幣大概九萬不到啊 但重點是這個男的後來很生氣 他就來就把這個所謂的女官員殺掉了 就殺官事件耶 可是呢這個是一般社會比較低下的對不對 後面所發現的是 習近平是不能夠批評的 中國有一個社會科學研究院 他們簡稱叫社科院 社科院當中有一個經濟研究所 他有一個副所長叫朱恆鵬 這個朱恆鵬有一天啊 這跟朋友談微信喔 談的時候他就說 習近平這樣子經濟治國不行啊 這樣會把中國帶到不好的一個地方去 慘了慘了這個慘了慘了 為什麼慘了呢 來跟各位說喔 今年春季的時候呢 據傳是官員直接去他家把他扣走 然後扣走 理由是什麼啊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直接扣走 扣走完之後呢 後面事情更大條 為什麼呢 這個朱恆鵬到現在還在扣留當中 這第一件事情喔 目前他那個經濟研究所 九個所謂的之前的研究員 通通換掉 全部通通換掉 所以呢你留下批評習近平喔 你會出大事的 結果還不只社科院的所謂的經濟研究所喔 目前連三棟腰醫院都有事 簡單跟各位說明一下喔 中國他們的解放金醫院 就叫三棟腰醫院 那三棟腰醫院是保護誰呢 中南海所有的高官 健保紀錄 全部在那邊 簡單的說 就相當於台灣的台大跟榮總 那三棟腰醫院呢 最近根據網路的一個資料呢 居然有三十多名的醫生 護士跟整個軍警 目前呢好多人官的官 還有人被整個所謂的加工自殺 這個加工自殺的醫生 叫做尚愛家 尚愛家呢 有一天他在家裡面 就突然間說他看不開 然後就自己上吊身亡了 可是很多人就說不對啊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後面很多事情 他們就說 之前一直在流傳說 整個習近平的健康紀錄 被流傳出來 現在網路上很多在傳的是說 習近平的病是治不了的 就是這些人傳出來的 就是這三十幾個人 陸陸續續 這些人就被消失了 有些被關 有些被加工自殺 所以在台灣 台灣可以大鳴大放喔 但在中國 你如果說你當官員 你當醫生 不小心講了領導人的壞話 有些人被加工自殺 有些人關到現在 還沒有放出來